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有关注我们视频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 我们最近有做一个西班牙费用力的项目 然后今天我利用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移民项目 葡萄牙的黄金签证 做这个项目的原因是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 其实是一个邻国的关系 然后两个国家其实挨得真的很近 在版图关系上来看的话 葡萄牙是在西班牙的西面 然后葡萄牙比这个西班牙略小 和西班牙费用力不同的是 葡萄牙的黄金签证其实是一个投资类别的签证 下面我们开门见山的说 目前在葡萄牙有两种投资房产的方案 一种是在任意葡萄牙的地区 投资一间或者是多间不少于50万欧元的房产 然后另外一种在葡萄牙投资的方式 就是在葡萄牙的里斯本 也就是葡萄牙的首都 投资一套不少于35万欧元的房产 也是可以最终获得葡萄牙的绿卡的 所以这个就是葡萄牙黄金签证的一个基本概况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投资签证的办理细节 因为之前有说过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葡萄牙全境内购买不超过50万欧元的房产 一种是限制在这个里斯本之内购买不少于35万欧元的房产 然后这两个方案都是可以最终使你得到葡萄牙的这个国籍的 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就仅以里斯本为例 给大家介绍一下购房流程 因为购房的流程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的个人意见也是推荐客户在里斯本购买一套这个房产 因为为什么在里斯本投资35万就可以取得葡萄牙的永居卡 而在葡萄牙其他地区需要投资50万呢 主要是因为里斯本是这个葡萄牙的首都 里斯本有很多老城区 因为政府为了振兴里斯本当地的经济呢 所以推出了这样一个特惠的条件 所以客户在里斯本购买35万欧元的房产 就可以实现最终的这个移民梦想 首先呢 如果你决定在里斯本购买房产的话 首先你需要登录这个葡萄牙 在到达里斯本之后 在当地开一张银行户头 开完银行户头之后呢 我们会安排你和移民律师 以及房产律师的见面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去当地 看这个当地的一些房产 当你在葡萄牙过户完你的房产之后 我们就可以安排移民律师 来给你做接下来的这个签证申请 然后这个签证申请的时间呢 最快的话是一个月就可以出结果 然后我们有了解到 因为现在移民的这个朋友呢 其实都是有这个家庭的 我们发现90%通过我们移民的客户 都是有家庭的 然后这个葡萄牙的移民项目 也是支持和家人一起移民的 目前葡萄牙这个黄金签证 是允许主申请人携带两代 来进行一起移民的 因为如果大家了解我们之前的这个项目的话 西班牙的费用力虽然它的前期要求极低 只需要主申请人提供一定的存款证明 你就可以获得西班牙的拘留卡 但是西班牙费用力的限制条件也是蛮多的 首先在我们看来 西班牙的移民间就是这个签证的最大限制条件之一 那相比西班牙这个签证 葡萄牙黄金签证的这个移民间就非常非常容易满足 根据这个葡萄牙移民局的官网显示呢 你在取得葡萄牙黄金签证之后 你每年只需要在葡萄牙境内待满七天 既可以满足你在葡萄牙需卡的要求 这个是移民间的问题 其次之前大家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这个西班牙费用力不可以工作的这个诟病 在葡萄牙黄金签证也得到了这个完全的解决 因为葡萄牙的黄金签证是允许你在葡萄牙境内合法工作的 如果你携带了你的子女一起移民到了葡萄牙 那就要考虑子女到达葡萄牙之后的教育问题 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 葡萄牙的公立教育也是免费的 但是因为葡萄牙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 所以说如果你把你的孩子送到葡萄牙的公立学校去读书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的孩子在葡萄牙境内是需要学习葡萄牙语的 如果你想让孩子在这个学校里说英语 你需要考虑把孩子后期送到葡萄牙的国际学校里面去 因为大家是通过投资类别签证过来的 所以你的这个医疗在葡萄牙是需要付费的 所以你的权利和本国公民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本国公民在葡萄牙看病是不需要付费的 这个问题呢你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这个欧洲有很多第三方的保险公司 你可以为你本人和你的家人购买一个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险 这样的话如果你在这个葡萄牙生病需要就医的话 后期是可以走保险来报销所有的你们在葡萄牙医疗的开销 因为葡萄牙是欧盟传国之一 那就意味着如果你了解欧盟移民法的话 大家都应该清楚 那移民葡萄牙的一个整体的周期就是五年 但是这里面我们之前有说过它的移民煎熬 对于想移民葡萄牙的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整体的一个移民时间虽然是五年 但是葡萄牙政府规定 其实你每年只需要在葡萄牙境内待满七天 既可以满足葡萄牙的移民间 除了这个移民间之外呢 如果你想在第五年之后取得葡萄牙的国籍 你还要参加葡萄牙的这个语言考试 为了满足你在这个葡萄牙的入籍要求 你需要取得第一的葡萄牙语成绩 才有资格在第五年之后申请这个葡萄牙的国籍 最后想和大家这个总结一下 移民葡萄牙的优势 因为葡萄牙离这个西班牙特别近 这两个国家其实在投资签证类别上 一直处于一个竞争的关系 这个关系很微妙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西班牙也是有这个黄金签证的 但是西班牙的要求的金额是五十万欧元 全境不管是哪个城市 不管是哪个地区 都需要投资五十万欧元 既可以满足他的移民要求 所以这个投资金额其实在我们看来 不仅仅是这个葡萄牙和西北亚的这个竞争关系 放到整个欧洲地区 放到整个欧洲地区 有这些投资移民项目的国家 特别是房产类别的 你不管是希腊牙 塞浦路斯 以及马尔他 包括拉特维亚 葡萄牙和这几个国家相比呢 其实他的投资金额在目前来看还是最低的 其次申请者的这个移民间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话题里有反复的强调呢 因为这个时间在我们看来 是整个移民项目里最宽松的一个地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欧洲整个欧洲这个大陆 每一个国家其实都不是移民国家 因为欧洲大陆地区和南美 北美包括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还有新西兰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些国家多多少少 都有很多外来民族在里面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移民国家 以这个美国为例 但是欧洲呢 因为种种的这个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 整个欧洲大陆很少有哪个国家说 哦它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呢 葡萄牙推出的这个移民项目 然后给移民者每年只需要满足七天居留 在我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诱惑 因为比如说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在国内 有自己的business 有自己的生意 那你做葡萄牙的这个黄金签证 是完全不影响到你在国内的生意的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在我们看来移民间基本上就是不存在 因为它只需要每年满足居住七天即可 然后其次 如果你是想在移民之后 一直在欧洲这面长期居留的朋友 你也是可以在葡萄牙合法工作的 此外你也可以利用葡萄牙的黄金签证 在葡萄牙境内合法的创业 包括在 包括在葡萄牙也是可以继续学习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持有葡萄牙的这个黄金签证之后 你可以在葡萄牙境内经营你想做的任何一件事 所以呢对于这个葡萄牙的黄金签证 目前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这些 我们为什么一直认为葡萄牙的黄金签证 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呢 之前也有反复反复的强调 就是因为葡萄牙黄金签证的移民间 因为纵横整个欧洲来说 每年只需要满足七天的移民间的国家 确实是不多 但是葡萄牙做到了 所以大家如果对葡萄牙的黄金签证 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与我们取得联系 那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